奉觉书圣明说话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安息圣日 那安息圣日是我们每一周都必须要去守的 其实神知道我们人的肉体的需要 所以祂设立的安息日是要让我们人要懂得来休息 更重要的,祂要让我们进入到祂的安息当中 我们如果能够在安息圣日进入到神的安息里头 那我们心中一定有平安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吩咐来进入到祂安息里头的 在守安息圣日的当中 神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有一个将来的安息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的生命很短暂 很快的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信主的最大的盼望就是要进入到将来的安息 所以这个守安息圣日是要来提醒我们 我们信主的人还有一个更大的安息 就是将来的安息 我们感谢神我们弟兄姐妹都懂得把工作卸下 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祂 所以祈求神赐给每一位有这个真正的安息 感谢神今天小弟要跟各位来查考的题目是神的平安 我们都知道平安是从神来的 这个平安可以指着平静安稳来说 或者平安也可以指着平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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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我们心中就会得到平安。 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良好, 自然的,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良好的。 因为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平安, 所以我们在人群当中 也能够把神的平安带给别人。 因为我们有神的平安, 所以我们心里也充满了平安。 我们在查考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神把人放在伊甸圆里头。 那时人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 而在那时,他们在那时, 他们在那时, 也能够很自由地见到神的面。 在那时, 能够跟神很自由地来沟通。 因为人跟神之间没有革命。 那你发觉到说,当亚当犯罪之后, 那整个情形就改变了。 因为罪的缘故, 人跟神之间有一道墙。 因为亚当犯罪, 所以你发觉到他跟太太的关系 都变得恶劣了。 所以他就开始埋怨。 因为神责问他的时候, 他说,就是你所创造的那个女人。 然后夏娃又把这个责任怪到蛇的身上。 那后来这个地就受咒诅了。 所以我们这样看, 如果人跟神没有良好的关系, 他在家里也一定不会有平安。 他所住的地方也没有平安。 所以我们信神的人,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虽然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得罪神, 但是我们可以回到神的身边。 所以在这个民宿记,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就是给这些祭司的祝福。 我们来看这个民宿记的第六章。 我们从二十四节开始看。 纳集完整的六节。 民宿记的第六章二十四节。 Numera 6 二十四。 Yem Yehawa赐福给你, 保护你。 二十五节。 Yem Yehawa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二十六。 Yem Yehawa向你仰脸, 祝你平安 那这里谈到说 这个神跟摩西 这样说 要为亚伦的儿子 来祈求 来祝福他们 那你会看到说 这个重点是放在 神怎么对人 就是祈求神的光 要照在亚伦的子孙身上 那人就能够 得到神的恩典 跟平安 换句话说 人要跟神亲近 这样 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 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 那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 因为这个作者 他在祈求神的脸 要来光照他们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祝告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四篇的八十篇 四篇的八十篇 我们来念第三节 这一句话在这一篇当中 是重复的 如果是一首歌 就好像副歌一样 我们可以看第三节 七节跟二十节 这有谈到 我们就看第三节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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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篇的第三节 所以当神的脸 的光照在百姓的身上时 根据这个作者的了解 那百姓就必得救 他们说他们得救的人 就当然就会有平安 百姓因为离开神 得罪神 惹了神的愤怒 所以很多时候 神就离开他们 所以作者在写诗的时候 就祈求神 要百姓回到神那里去 要神来怜悯 他的百姓 这样他们就必得救 那其实我们在看旧的圣经 因为百姓有罪 所以他们要回到神的身边 有相当的难度 这也就是为什么 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 来到世上 来拯救我们 把我们的罪除去 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回到神的身边 让神的脸 来把他的光照在我们身上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伊撒雅书里头 有很多议员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 那主要是要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 把平安赐给我们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伊撒雅书的第五十三章 我们看这个第五节 五十三章的第五节 那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亚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但是他估计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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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真正得到平安 从神来的平安 我们本该是要受刑罚的 但主耶稣却为我们受了刑罚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平安 所以这是主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的主要原因 在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我们对这一点都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洗礼的那一刻 我们在洗礼的罪孽亚伤 我们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平安当中 在身体里面 有时候弟兄姐妹会问 我信了耶稣 但很多时候我感受不到这个平安 从神来的平安 那这个平安在哪里 我们说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 就是归入教会 其实我们在念以赛亚书的时候 神在他的教会里头立了这个平安的约 在教会里头立了平安的约 我们可以来看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 五十四章 我们可以来念这个第十节 五十四篇的第十节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有人会问说 你怎么知道这是在教会里头所立的约呢 我们如果看五十四章 我们如果看五十四章 他说的 这里也谈到赛亚书 赛亚书 赛亚书在新约可以亦表教会 那这一章里头也谈到神跟百姓的这个夫妻的关系 所以从这些经文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这个平安的约是在教会里头所立的 所以神才说 祂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 祂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因为我们进入到神的教会 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身体 这是以世界隔绝的一个团体 这是脱离罪的一个身体 所以我们相信在里头一定有神的平安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会感觉到说神好像没有在垂听我们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来教会有什么用呢 神都没有随听我的祷告 祂离我们离得远远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个平安的约是在教会里头立的 那你进入到教会一定会有平安 所以我们不可以轻易离开教会 那离开教会就等于离开神 因为教会是神的身体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事 我想这是每一个人的经历 我们会觉得很困难 我们会觉得很困难 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那怎么说这个平安在教会里头呢 那我们要怎么去在教会中寻找神的平安 有时候教会不平安 我们会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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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问题 让我们心很不平静 但是圣经却说这是平安的地方 是神立平安之悦的地方 其实圣经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示 虽然教会还没有达到完全 我们说不完全的地方一定会有一些困难 会有一些问题 不完全的人住在一起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产生 那我们要如何得到平安呢 我们来看十篇的二十九篇 我们看十篇的二十九篇 这整篇里头都在谈论神的能力跟作为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九节 第九节 耶和华的声音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路落胎 树木也脱落近光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 都说荣耀 那就是说这些人都见到了神的全能 那就是说这些人都见到了神的全能 所以他们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们看第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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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做王子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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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在殿里头的人 他一定能够见到神如何停止这个洪水 那神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祝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 所以我们要得到平安 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教会是一个不完全的地方 我们大家要一起来让这个教会变成完全 那更重要的 我们要进入这个圣殿 在圣殿里头我们就能够见到神的能力跟作为 我们在查考起司录的时候 那我们坐着有谈到外怨跟那些荣耀 他说的内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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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怨跟内怨 我们看下 我们看下 《起司录》 我们看下《Apocalipsis》 《11》 看下《Apocalipsis》 我们看下《Apocalipsis》 《外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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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看《四篇二十九篇》 刚才所念的 这是在殿中的人 这些人 他们见到神的荣耀 见到神的这个荣耀 见到神的这个权柄 所以我们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逃避 我们要进入这个内怨里头 就是跟神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 我们要这样想 困难对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来说 是有益处的 它会让我们更加的亲近神 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内怨 跟神建立更加良好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不平安的日子当中 我们还是能够心中有平安 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良好的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头 一定会碰到一些困难 但是我们要以正面的态度 来去看待它 既然教会有一些问题 其实每个教会都有它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进到神的面前 大家来改变自己 让自己真正的能够亲近神 这样我们心中就有平安 因为在亲近神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作为 所以我们的目标 应该放在亲近神的事情上 我们都知道说 今天神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们来看Yohan福音书 我们来看Yohan福音书 我们请看Yohan福音书的十四章 二十六节 好,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那这个主耶稣 谈到圣灵的降临 那警戒着下来 他就谈到这个平安 那我们知道主耶稣要离开的时候 门徒很忧伤 因为他们知道说主耶稣离开之后 就好像失去了一个老师 没有人来教导他们 所以主耶稣要赐圣灵给他们 这里提到说主耶稣要将一切的事指教祂的门徒 并且让他们能够想起他所对他们说的一些话 然后再谈到平安 但我们如果要有平安 但我们如果要有平安 我们对主耶稣的话我们要牢记 我们要懂得如何把神的话应用出来 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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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用他的话去做 心中一定有平安 感谢神今天我们都有圣灵 感谢神今天我们都有圣灵 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忘记的 就是祈求神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活出来 那如果我们这样做 心中一定有平安 因为我们有神的话 做我们生活的指南 那有一次我们知道彼得在传福音 他被圣灵带领到这个外班人的家去传福音 整个传福音的过程都是神在安排的 因为神要借着彼得来拓展福音 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那工作完毕之后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我们先来念十六节 第十一章的十六节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这里的想起就是他记住了神的话 他记起了 他回想了神的话 我们知道说 彼得必须来为自己辩父 我们来看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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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人的家传给他的争择 和他争择说 第三节 你进入未受各里之人的家 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那你看这个争辩 就真的是带有攻击的 我们知道彼得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人 在他心里头 他很清楚的知道是神在带领他 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 那要到外邦人的家去吃饭 也是神指示他的 但是你发来到说这里 彼得有很大的平安在他心中 我们来看第四节 彼得就开口 把这次给他们讲解 这些人跟彼得争辩 那你如果看其他版本 他是很用心的去解释给他们知道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因为他能够想起神的话 他也知道说他整件事 是神在拆拜他做的 所以圣灵在带领他 让他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 所以彼得是在做神的功 在讲神的话 而且也是圣灵在拆拜他做的 所以他心中有很大的平安 他讲完之后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节 十八节 对不起 终能听见这话就不愿意了 只归荣耀于神说 这样看来神也 赐恩给外伴人 叫他们悔改得生命 我们说这是这个平安所带出来的果效 因为彼得记住神的话 所以有圣灵在带领他 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 虽然其他人敌对他 别人敌对他 但是他却能够说出平安的话来 众人听了之后都感谢神 就把荣耀都归给神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祷告神 让我们真正能够记住神的话 这记住不单只是一种知识而已 记住就是说我们能够把它行出来 所以当人能够把神的话行出来的时候 那个能力就发费出来了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 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十六章 我们来念三十三节 十六章的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这些事告诉你们 这些事告诉你们 在世上有苦难 我们人都活在这世上 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些困难 但主的应许是在祂里面有平安 要得平安的一个关键 就是要在主里面 保守自己在耶稣里面 那要怎么保守呢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说来教会 来祷告就是保守呢 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他已经胜了世界 主耶稣的用意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事情 是跟罪有关 跟败坏有关 我们可以说是属情欲的 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在耶稣里面 一定要胜过世界 就是说我们的心要跟随主耶稣 要寻求祂的善 让主耶稣的信心 满满的充满在我们心里头 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 我们看第三章 我们念十七节 我们念十七节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 满有怜悯 多界善果 没有偏见 没有假冒 十八节 并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十七节 我们可以简单来说 这个就是战胜世界的表现 因为之前他所谈到的是 从世上来的 但是这里谈到是从上头来的 但是这里谈到是从上头来的 如果我们拥有神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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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定能够使人和平 能够使人和平 能够使人和平 我们也能够接触和平的果子来 我们也能够接触和平的果子来 这就是战胜世界的表现 这就是战胜世界的表现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罪恶的 充满强暴 不法的事情不断的增加 但是我们是信神的 我们是战胜世界的人 所以战胜世界的人 一定要拥有神的性情 那这样我们心里头就有平安 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能够在我们灵修的事情上 多下功夫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 有神性情的人 这样我们主耶稣的平安一定会存留在我们心中 感谢主我的正道到这里结束 我们来唱一首诗 感谢主任 157首 157首